安全驾驶的确非常的重要 感谢安新的报道 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产后的妇女 可能因为要照顾家庭而被迫放弃工作 现在有市议员提议案 希望帮助她们在产后尽快的找到工作 来看相关的报道 女性在工作期间怀孕生子 往往都要被迫放弃工作 大过后要重返公司就会比较困难了 但是现在有一项新提案 帮助这些妈妈们重新找她们的工作 纽约市议员卡洛斯和康博 推动新法案回到工作 Back to work 通过扩展纽约市的第一职业培训中心 以及网络质讯 帮助产后妇女尽快掌握专业技能 找到工作 我刚才有一个公司来说 我真的想一个工作 但他们问如果我有职业培训练 或者其他技术 产后女性因为照顾婴孩 往往跟不上社会步伐 通过接受电脑 技术等培训 让他们更容易找工作 据统计 纽约市的第一职业培训中心项目 在2013年帮助了大约4万人找到工作 目前全市共有18个第一职业培训中心 详细信息可以到nyc.org网站查询 这是新唐人记者柯婷婷韩瑞纽约报道 在2013年代